好 介紹帶您關心塑化劑污染事件持續發酵 現在除了食品之外 藥品也陸續被驗出含有塑化劑 有民眾拿一款在國內普遍使用的抗生素 安滅菌 給台北市衛生局化驗 結果被驗出了含有一種塑化劑 DIDP 雖然這一種塑化劑的毒性比較低 但是呢 傳出這個消息之後 部分醫院已經宣布暫停使用 就是這瓶紫色外包裝的抗生素 專門用來治療中耳炎 鼻鬥炎及呼吸道感染 現在傳出可能也有塑化劑 有民眾拿著這瓶抗生素 到台北市衛生局檢驗 結果發現含有塑化劑 DIDP 而這也是臺灣第一次驗出 DIDP的成分 這些塑化劑 因為廣泛在使用在所有的包材 所有的那個器具 所以他們還要是去看 就是去了解到這個 這個殘留量到底是從哪裡過來的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表示 所謂DIDP是一種毒性較低的環境荷爾蒙 中文名稱叫做 靈本二甲酸二魁酯 因為耐高溫 耐老化 常用在人工皮革 電纜及汽車內裝材料 人類如果長期食用DIDP 男性會導致睪丸縮小 精蟲數量減少 而且還具有乾毒性 不過目前檢測出來的劑量非常低 衛生署和藥師表示 對人體應該不會有傷害 只要在醫生的指示用藥下面使用的話 其實對我們目前的危害 人體還是可以正常代謝掉 而且它是藥品 不是像一般保健食品 不是固定每天吃的 所以說它是可以正常代謝掉的 要是說 DIDP的半衰期很短 大約三天就可完全排出體外 而這家藥品的藥廠 荷蘭葛蘭素史克 今天也發出社名稿表示 在台上市產品都經過 衛生署檢驗合格 不過為了讓民眾安心 已經把產品送起原廠 及第三公證單位 進行再次確認檢驗 而目前包括國泰 馬接 三種 榮總 以及台北市聯合醫院 從今天下午起 已將這款藥品暫停使用 不再給病患 現在就等藥廠提出安全檢驗報告 記者賴水美 徐起風 台語報道